喜云告诉你,如今越来越多的爸爸妈妈都开始在孕前或是孕中精心策划着胎教方案,想着让自己的宝宝可以更聪明更健康。 父母开始给胎儿听音乐,抚摸胎儿宝宝。 可是,有的准妈妈却反映说,这样的胎教没能起到什么作用。 到底这是因为什么呢? 美国试管专家认为,这是因为准父母没能掌握正确的胎教方法,还没有学会科学胎教。 那么什么是科学胎教呢? 美国试管专家解释,孕妇从怀孕早期就应开始进行有效控制孕妇体内外的各种条件, 有意识地给予胎儿良好的自己,例如情绪胎教、音乐胎教、光照胎教、抚摸胎教、对话胎教等。 防止不良因素对胎儿的影响,使婴儿具有更好的先天身体和智力素质。 为出生后的健康成长和智力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环境胎教。 美国试管胎教的基础是营养,其次要良好的环境,不能在有毒有害的环境内生活。 其实,在整个孕期,孕妇都要尽可能避开各种污染,比如二手烟、汽车排放的尾气等。 其次,要注意营养均衡。 按照医生的嘱咐,添加各种营养。 咖啡、可乐这些刺激性的食物要少吃。 二、情绪胎教。 美国试管不良的情绪会影响胎儿。 孕妈妈要懂得稳定自己的情绪,就是最佳的胎教。 怀孕时,千万不要把不良的心情传给肚子里的孩子。 比如,准妈妈在情绪低落时,身体会分泌不好的激素。 联想胎儿的神经发育和营养吸收。 美国试管平时都想怀孕的好处,经常和丈夫一起分享怀孕的快乐。 为创造舒适安定的胎内环境,要增加睡眠时间。 大概在五个月的时候,胎儿对妈妈的情感会有反应。 所以准妈妈要保持良好的心情。 当心情不好的时候,需要转移注意力。 比如多做冥想,也可以做深呼吸。 三、抚摸胎教。 美国试管胎儿在四个月的时候,已经渐渐产生了触觉。 在八个月的时候,胎儿的身体发育就基本成型了。 这时候,胎儿可以自己的意思活动身体,也开始对外界的声音、动作作出反应。 妈妈摸着肚子可以感受到孩子的身体,也可以感受到孩子的动作和情绪。 美国试管准妈妈们还可以经常出去晒太阳。 这是最好的光照胎教。 还会促进维生素B的吸收。 准妈妈晒太阳的时候,看见花草、动物、建筑物等都可以跟胎儿说说。 胎儿听力是存在的。 准妈妈们说话,胎儿能听见。 是很好的沟通方式。 无论是美国试管妈妈还是爸爸要多跟胎儿说话。 给他们讲故事,让胎儿感受到声音。 熟悉爸妈的声音。 和胎儿说话要选择宝宝清醒的时候,感受到有胎动就可以跟他说话了。 随着孕林的逐渐增大,胎儿在母亲的子宫内茁壮成长。 各种感觉器官相继发育成熟,宝宝已有了自己的喜怒哀乐,并细心地感受着子宫外的世界。 而胎教就是父母和胎儿交流的很好的桥梁。 而且,当美国试管准爸妈胎教时,宝宝有时候是会做出响应的。 一开始,准妈妈在胎动的地方拍打。 当胎儿习惯后,准妈妈在胎动以外的地方,腹部拍打时,胎儿会自动踢向新的地方。 喜怨健康提示,美国试管无论是心音胎教还是音乐胎教。 如果过早地进行,但由于宝宝的各个器官还没发育完全,在这个阶段进行胎教或许是白费心机了。 而且过早地进行胎教还会打扰小家伙的休息,不利于他的发育。 如果进行运动胎教,需要考量孕妈咪和胎宝宝的身体情况。 如果身体较为虚弱的孕妈咪,可以做一些相对能轻松实现的运动。 如散步,身体较为健康的孕妈咪,可以做瑜伽。